赵展贵 我把嫂子给您带来了 媳妇 你过来了 富贵啊 带你嫂子到屋里休息休息啊 好嘞 喝点水去 来 掌柜的 你这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还挺漂亮嘛 取笑了啊 我那个婆娘啊喜欢打扮 不是 兄弟啊 你一把你嫂子带过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嫂子一个人在家 她想你 我只能把她送过来啊 这兵荒马乱的 路上没出什么差错吧 那没有没有 一切平安 好好好 那就好 掌柜的 安排好了 兄弟啊 屋里休息休息啊 喝口水 来来来 喝口水 好好好 库棍啊 盯着点啊 来 这这这 过来 这儿拉好大巴 你去过 这一带我熟啊 离镇子十几里地呢 好 好 大大你好 夜里 你带路 太军 你 你半夜去那儿干什么呀 你打算炸大坝呀 胡说 没见太军空手来的吗 拿什么炸 大坝的不正 我们去战车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帮帮忙来了 臭蛋 转没事 快快快 当了敌宫不得差 你就忘了兄兄弟了 快快快 我 我也立个功 待着也行 别 别给我捅娄子 捅 捅了娄子 也是你陪老子一块儿做 做进行了 你盯着什么呢 小声点 干什么呢 我猜测啊 那个班辰女人的鬼子 来到接牌镇 是为了来摸门道的 他跟那伙 打着卫生防疫旗号的 鬼子队伍 会不会是一路的 十有八九 所以不迅速查清他们的底细 就会对根据地 造成极大的威胁 我和黄干事 会连夜赶往城里 这里的事情呢 就按照我们商店的策略进行 葛英章 如果现在不抓捕的话 让那个假货女人溜走的 怎么办 是啊 刚才妖娃子这么一折腾 恐怕那酒馆里那伙人 也成了惊弓之鸟 不怕 阵子里外 咱们再多不值些人手 一会儿 我亲自去趟酒馆附近 盯个牢铐 亮他们也飞不了天 顿不了地 实际未到 千万不要贸然抓捕 这就好比下棋 一定要顾全大局 不能为了光吃小竹子 而忘了要秦王 我明白 您要不要多带几个人进城啊 不用了 我会快去快回的 这黄干事怎么还不来呀 不着急 再等会儿 长好哥 我这右眼皮总是跳个不停 感觉 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你这是胡思乱想 这叫做迷信 不是的 有些事情玄乎得很 不完全是迷信 那倒也是 也可能是 有心灵感应吧 就像上次 你在授讯仪式上 枪击秋战熬一样 我这心里头啊 就老实咯噜咯噜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觉得我的性子 有点变了 胆子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做什么事情 总是愿意思前想后的 你说 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这是心里有所牵挂了 长好哥 你说得对 我心里呀 的确是有所牵挂 对不起 葛部长 来晚了 来晚了 没事啊 咱们上路吧 长好哥 小心 放心吧 走吧 只困兄弟 我恐怕 撑不过今天晚上了 你是个张义人 下辈子 咱 咱还做兄弟 咱还做兄弟 别瞎说 咱们一起喝酒吃肉的日子 还长着呢 我心里有数 这场病症 来得凶猛 丧平寨这姬池号弟兄 还有这餐子家的 还有这餐子家的 就托给你了 永桥 大当家快不行了 药拿来了吗 上哪儿拿药去 出祸事了 出啥祸事了 别问了 二当家呢 在大当家屋里呢 行了 二当家呢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二当家呢 二当家呢 出大祸事了 烈吉 慢慢说 小猪呢 被婊子哑的魏大彪 骗起东洋人兵营 乱枪 乱枪打死了 什么 二当家呢 要报仇啊 这个婊子哑的 小猪兄弟 大当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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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做这个婊子样的 一定要 把他的心肝发出来 说到做到 供在我兄弟 小猪子的分身 一定要 弟兄 二十年后 再见 在家 坐下 大当家呢 小猪蛋 小猪 很 young 大当家呢 小猪子 我要进城 七手宰了魏大表那狗日的 二大家老 不好了 嫂子也病了 财富 财富 大哥 我身上起了高伤 恐怕 恐怕是患上了 和韩大哥同样的病症 别怕 是病就能治 韩大哥怎么样了 他 睡着了 对了 对了 我给他煎的草药 还在 还在灶台上呢 我 我得给他去撤柴火 你扶我起来 别动 你别管那个事了 先好好休息 这昏大哥 我染上的 真的是瘟疫吗 我 听说 那是要命的病 别胡说乱想 我不怕死 真的 老天有言 让我嫁了你这么一个仗义的男人 过了几天树心的日子 我死也瘟灭了 我死也瘟灭了 我就是想把这个孩子 给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好给你们亲家 留个好望 彩虹 你不会死 我这就竟然给你抓药去 你等我 你这到底得了什么病呀 搜查挂躲的兔类痰愚 像女人怀孕似的 老子这条性命 老子这条性命 这回恐怕 要被东洋人给拿走了 这话怎么说呀 别问了 这 这是什么药 治病的药 冬洋人给的 把他给吃了 我 我没病没痛的 我吃他干吗呀 那你吃你就吃 快点 我是真心实意和你过日子 你倒是跟我说句实话呀 这事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都不是人要的东西 看来 我还得为自己 多做些打算 你早就应该这么想了 周家兄弟 我这心里啊 乱晃乱跳的 为啥 你别不信啊 我猜呀 那个叫渡边的到这儿来 为的就是要炸开兰河大坝 水淹济白阵哪 这么一干的话 要淹死多少人哪 丧尽天良啊 你这么一说啊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来 来 咱们头上啊 可都顶着二鬼子的名分哪 已经无脸见祖宗了 不能再帮着东阳人 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啊 你说得对 咱绝对不能再干这生儿子没屁眼的事了 对啊 没事 你先别急 咱这样 走一步 看一步 台阵 看路底 好 来 行 走 走 走 来 请 来 营长 现在下手吗 先等会儿 留下几个人继续监视酒馆 剩下的跟我走 你们几个继继继续监视 其他跟我走走走走走 来 大当家的死得太惨了 身上满身黑乎乎的 这就是黑死病 要不掌柜说得一点都不假 这瘟疫就是狗日的东阳人带来的 早知道这样 那天在公路上 就应该灭着那群狗日的 那只木匣子才是祸根 二当家的 待会儿进城 我去东阳人那儿 摸摸木匣子藏的地方 放把火烧个干净 免得再祸害人 咱们先把要紧事 葛部长 可来您判断对了 汉口来的那批鬼子 就是他狗日的细菌作战部队 对 对 我看是 进城以后 要尽快地查清楚 他们来了多少兵马 住在那什么地方 带来了多少细菌武器 千万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 是 大局 您看 有个人 请不吝点 大局 您请不吝点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能淹过田地房屋 但未必就能淹死新四军哪 那腿长在人身上 我不能淹死新四军 至少要找到一条小仙 还是要找到一条小仙 还得招一车 还得招一车 何必他招一车 还是要找到一条小仙 那我把他招一扛 是要找到一条小仙 他们还真是为炸大坝来的 还有厉害武器 那不得死成天伤亡人哪 是啊 周队长 你看 咱们该怎么办哪 不行 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中国人 回去 大公告辞 这可惜没有酒肉 肚子饿了 赵专贵 你是个仔细人 咱们不想给太军 带着酒肉上来呢 谁记得这事啊 太军 你看那儿 好像有人家啊 要不咱上去看看 没准啊 还真用好酒好用 伺候您哪 董赵头来着 要痛快地 咪咪咪咪咪 你去死吧 去你的吧 去你的吧 让他娘的大罢羽 好好咪咪咪咪咪你 走 活该 小日辈 这 这 怎么回事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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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兄弟 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该怎么走 反正二鬼子这碗饭 我算是吃到头了 咱们手上都没有血债 我在想不如 一不做二不休 咱们到戒牌镇 向新子军投城算了 投城 就怕他不信我们哪 哪哪哪哪哪哪 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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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活命的话别乱窜 子弹可比腿脚快多了 二位 这下要去哪儿啊 正打算向你们投城呢 投城 这是个好主意 不过我得先问明白 二位给东阳人当差 当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起投城来了 鬼子做事太过伤天害理 我们不想为良心 再往前走了 实不相瞒 刚才在兰河大坝上 我俩刚弄死了一日本军官 这果倒是亲眼所见 这 妖王马杆 把枪放下吧 大家都把枪放下 来 不是 我还要脱 这刚合上眼 我怎么没事啊 幸亏你是吃下来 我给你的药丸 药丸 你和我一个人 好 好 好 我干吗呀 别一惊一乍的 把衣服披上 秦志昆 我就知道你要来 你是打算一枪把我打死呢 还是 先听我说上几句 狗嘴里吐不出襄阳 老子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 秦兄弟啊 卫大队长晚日待你不薄 怎么就把你得罪了 我 我 你 我 秦师哥 我跟你说 你那个叫小猪的兄弟 是让东洋人别害死的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干嘛要害死他 好 那你说说 为什么上桑平寨害人 说起这事 我怎么能冤死两回 我也是上了东洋人的当 少他妈跟老子来这一套 你知道老子京城是干什么来了 来杀我呗 你 我问你 韩大当家的怎么样了 已经让你狗儿的害死了 那怎么说 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不要这样的东洋人 老子按前马后的为他们效命 到头来 闹这么个下场 你们说什么呀 薛展规的 崔老板 稀客 稀客 我从汉口带回来一车洋货 急于出手啊 生意送上门来 求之不得呀 三毛头 照考好生意啊 好嘞 那请吧 里面请 好 走 老板 我留在这儿 帮着兄弟清点一下车上的货物 好 走走走 好 你是为了那伙儿 打着卫生防御旗号的鬼子来的 已经知道了 昨天哪 一个进城取药的土匪 在兵营里被机枪射死 尸首啊 被架上干柴火化 城里啊 摇颜四起啊 都在传说 那会儿鬼子行踪鬼秘 不知道捣的什么鬼呀 何可能啊 是细菌作战部队 细菌作战部队 细菌作战部队 就是利用传播瘟疫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这是一种 严重违反人道的作战方式 我之所以赶回来 就是为了查清楚这件事情 秦司官 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也不会再有半句假话了 东阳人干的那些学的事 我也是在昨天晚上才知道的 要不然 你给我个蛋 在你们那儿 我也不会动那个东西半口啊 我现在这个长庄 和你们喊大当家的 是一模一样 现在 是两条人命啊 不止两条 采封也冰等 他还有深渊 你们别大亚名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东阳人 把瘟疫带到了五分城 我们几个 只是先死的几个缘归 接下来 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还要遭难呢 这该死的东阳人啊 造孽呀 宁娟 采封妹子肚子里怀着孩子 娘下凡子救救她呀 去 把那药给我拿过来 好 去 全部都给她 好好好 全部都给她 来来来 青兄弟 这药能救采封的命 能不能救她的命 我不敢打包票 但是 这是东阳人给的 我吃了 烧是退了 但是兔就是止不住啊 我他妈的兔胎 连他妈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对 齐兄弟啊 这事他不敢骗你 这药我也吃过 到现在还没有来症状 你看来这药不假 你快拿他回山寨啊 一定要把采封妹子救火啊 宁娟大彪 老子最后再信你一回 你我相识一场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吧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这回要是能捡回一条命来 别再给东阳人当狗了 不用你去 老子现在 断了他们的心都有 好 保重 二当家的 把腥味的狗杂种给宰掉了 没有 他也受了骗 染上了东阳人的瘟疫 你拿着这个 赶紧回山寨 让你嫂子服用 好 跟他说我两天就回 让他等我 快去 那咱们去哪儿 咱们去探探东阳人的营地 找机会给大当家和小猪报仇 走 周家兄弟 进了城 你不能随意露面 李营长 听您这话 好像对我还是不太信任 你误会了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李营 这次要进城 办的事情事关重大 得先与城里的人商量好 好 听您的 不过 李营长 我既然敢商量日本军官 那就证明 我这条命 已经交给你们齐子军了 你是个有良心的人 早该走这条正的 二位兄弟忙着呢 邪掌柜 又来找我们周队长啊 我找他有点事 麻烦二位给通报一声 这下麻烦了 你看周队长两三天没露面了 是啊 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 版本太君也在找他呢 好几天了都 好 您忙着 谢谢 谢谢 鱼 鱼 鱼娃子 鱼 鱼 鱼 这 这 这怎么回事 薛掌柜的 周家兄弟是我们的人了 这 这哪天的事啊 就在今天早上 很意外吧 不瞒您说 昨天夜里啊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他弄死了一个鬼子军官 头诚是真心的 这太好了 真是 瞌睡遇到了枕头啊 刚才啊 我还急急忙忙地 到保安侦缉队去找过你呢 是葛部长安排的事吧 是啊 你们也是为这事来的 他们人在哪儿 在我铺子里呢 周家兄弟 这往后 咱们就不用再花钱 做买卖了吧 哎呀 这你是真高兴啊 但可我断了条财路啊 驾 驾 二当家的 要运一份车的柴油进兵营 能烧死那狗日的一大窝呢 要是换成炸药呢 那就更痛快了 可是 柴油容易弄到手 要弄到一车的炸药 难哪 不难 灶鞭炮的铺子里多得是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周队长 欢迎你气暗投明啊 来 坐 好 现在你这一家路 咱们的行动 就跟增天几分胜算了 客的话咱就不说了 我也就是干了一点 凭良心的事啊 咱们赶紧商量商量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吧 那个在大坝上 被你打死的鬼子 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呀 他是那一帮 从汉口来的鬼子兵里的头 你能确定吗 确定 因为当时接他们的时候 我也在 那一车的鬼子兵 属他群下高 他是个上座 那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就在鬼子兵营里面吧 就是之前咱们贾逢祥时 住过的那个小院路 长浩哥 我听薛掌柜说 你们在进城的路上 碰见我师兄他们的 没有这方面 但听说商品代的韩大当家 刚刚死于黑死病 什么叫黑死病啊 就是一种能够自认死亡的 恶性病毒 十四世纪的时候 邦古人攻到欧洲 使用过这种五病毒 和五封城的武器 造成了一场 泛滥全欧洲的巨大灾难 欧洲的近半数人口 都死于非命 这回鬼子带到五封城呢 我怀疑就是这种病毒 好歹徒的鬼子 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就应该天出地灭 我估计啊 这祸根十有八九 就藏在那小黑木匣子里 我判断啊 那个小黑木匣子里面 装的肯定是病毒 一旦扩散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木匣子 应该在桑平寨啊 那天捷到的时候 他们一起带走的 听秦佑他们说啊 那个东西 好像已经回到了鬼子的手里 那就有点棘手了 鬼子的驻地戒备森严 咱们要想连人带病军 一块儿端掉 可能有点难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不妨隐蛇出洞 用火攻对付他们 可以做到干净利索 不留后患 两位老板 这边请 我们这里啊 生意兴隆 火药这东西啊 都是远近闻名的 这边请用茶吧 两位老板 今天是要买鞭炮啊 要多少 说出来怕吓着你 大买卖一桩 把那个 老板 我们不要鞭炮 要五百斤黑色炸药 能凑齐吗 五百斤啊 你要这么多干什么 用茶你就别问了 说个价吧 价钱哪 好商量 你什么时候要啊 越快越好 今天夜里行吗 现成的货 凑不够五百斤啊 这样吧 我现在调制还来得及 你看行吗 好 那咱们算成交了 这是定金 你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如果你去东阳人的告密 也能领到上千 甚至比着更多 但如果那样的话 咱们再见面 就用他说话了 好啊 请放心 我是中国人 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的 好 那咱们夜里见 周婷长来了 让他进来 来 不是 大学长 您 您这怎么了 老子这回 是怎么让东阳人给害死的 东阳人做事啊 伤天害理 不是 我给我闭嘴 事办得怎么样了 好 顺利顺利 渡边太局呢 留在戒备镇了 他让我回来给 行了 别跟我说了 老子也不爱听 这样 你直接去跟本本做吧 哎 你在家待着 我可以坐这趟走一趟 哎 你别去呀 哎呀 你病得这么重 别去 我去找东阳人拿药啊 哎呀 陈浩哥 你说得以蛇出洞 是个好主意 但是我担心 鬼子不会轻易伤当 时代不行的话 就另想其他的办法 绝对不能让鬼子的阴谋得逞 是 湘民寨上 韩大当家的死了 他会不会 把瘟疫传播开啊 这确实是件 让人担忧的事情 时代不行的话 就派人去一趟 告诉他们 把尸体火化了 再用绅士灰进行消毒 防止瘟疫的扩散 我和妖娃子去一趟吧 好 千万注意安全 来 要啥子 看什么呢 二 二 师兄 我们先把运分水人的 落脚地找到 把事情办服帖 到时候万一他不答应 咱们就给他来硬的 逼他就范 咱们人手不够啊 够了 又不是干一场大阵仗 运分水车进鬼子营 我一个人足够了 到时候你在街头接应我 让我去吧 别争了 那个院子我住过 熟门熟路的 走吧 师兄 南家 秀如 你怎么在这儿 我有事跟你说 走 盯着 怎么了 我正想让妖娃子去上丧品寨呢 什么事啊 你们韩大当家的 是不是染上了鬼子带来的瘟疫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就是为这事进的城 师兄 你派人马上回山寨递个信 韩大当家的尸首必须马上火化 他住过的屋子 用过的物品 必须用生石灰消毒 这个法子我们知道 掌柜的先前交代过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进城来做什么 我们打算给韩大当家的 和小柱兄弟报仇 怎么报法 我准备了一车炸药 打算用冤分车送进鬼子兵营 轰死这帮狗日的 师兄 你千万不能蛮干 为什么 我们呢 是夜里摸上蓝河大坝的 渡边太军仔细看过了环境 还画了一张图 他说 就那个地方最适合宝破 渡边太军让我赶紧回来向您汇报 他说呀 这个炸坝计划要尽快实施 以免夜长梦多 被新四军有所察觉 渡边太军他在剑牌任小酒馆藏身 很安全 他让我赶紧报告完了 回去给他汇报 他马上就带着赵掌柜他们 在咱们指定的截头地点相见 主上 你很辛苦 功劳大大的 太军 什么时候行动呢 我明天扶手之前出发 这么快啊 兵归神寺 才能克敌机身 少帅 今儿话怎么那么多呀 大队长 咱为皇军做事 得尽心尽力不是 渡边太军还说了 咱们行动的时候 一定不能忘了带那个小木匣子 那当然 皇军出动后 在什么地点跟你们会合为好 就在兰河大坝附近 有个地方叫列树澳 那儿最合适 汽车可以直接停到山脚下 再翻过一座山岗就到了 列树澳 那不是前两天遭生命 现在土匪接到的地儿吗 那儿 不必担心山平寨的土匪 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那儿 最近在这儿 主持 你可以回几百斤 准备 接引皇军 好 那 我一会儿就回去 许律康 你看我 现在发热烧 我是又吐又喘的 回忍上下是软弱无力 这次行动 我能不能 就不参加了 你恐怕得的是新病 您瞧您这话说的 我这病是怎么得的 您心里是最清楚的 你不必担心 皇军的药可以剂好你 这次行动必须参加 好 的目光 後是我 溫暖的家中 夜如此 慢慢等待的 心聽不見 你的方向 心思深海 慢慢流淌 爱给我无比的力量 冲不过前面是硝烟弥漫 还是深渊万丈 心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离开你是我身不由己 天那么暗 是无缘遮住了太阳 风那么凉 是春天的脚步还在路上 亲爱的你别悄悄地哭泣 我从来未曾未曾离开你 夜那么深是你命即将天亮 路那么长 路那么长 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 那一年你给了我希望 那一年我懂得了牺牲和信仰 生命旅程是战场 你告诉我要坚强 有一种幸福叫做牺牲 因为你 亲爱的你别悄悄地哭泣 我从来未曾未曾离开你 夜那么深是你命即将天亮 路那么长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 是我们永不分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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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